下一位黃毓民議員,第1輪五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反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理由講了九十多次 第一,你就駕床蝶屋,毫無必要 我都不說現在這個主要官員文責制千瘡百孔 你說你委任什麼人,我們就無從智悔 所以在原則上,我們基本上一定是反對的 無緣無故再給你2900萬,你幹什麼 這個政府現在的官傳本不需要問責 好像我們最近舉個例子的民航處長、公務員 不用炒油的,明年九月就拿1200萬長房 拿退休金,接著就7萬多元一個月 然後他的任內,整個航空總部搞到一塌糊塗 那個空管系統又不能用,都不用下台 大哥,我現在還要給你2900萬 2900萬是一年,以後還要繼續給 你現在三思十二局最好裁了一半 為何要給你錢 還有,你解釋給我聽的邏輯在哪裏 沒有創新及科技,香港就無法推動創新及科技 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你解釋給我聽,我一定支持你 請問為何有必然的關係 你現在創新科技處就可以搞了 政府可以投放多些資源 你那個科學員搞成甚麼呢 原來星期日我可以帶我孫子去吃東西 在那裏踩著單車的 那個科學員 那個 那個 做了些甚麼 在那裏 然後你就用人為師 我問局長一兩個簡單的問題 因為我最後五四三二一還有十幾分鐘 第一個問題 我想問問你 文件裏面有些假大空的東西 我希望你有辦法具體些 將這些假大空 變成一些可以說服我的論述 於我便會支持你了 文件說提供專注的高層次領導,並在創新及科技產業之間更有力執行政策統籌工作,充分把握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及其所產生的商機。 文件說具體來說,新的創新及科技局,會在深度及廣度上加強有關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政策支援。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會為此新的決策局提供專注的策略指導,並帶領創新及科技局制定全面的政策、督道政策的執行及監察有關成果。 我講完這份文件,可能你自己都覺得,咦,說些什麼呢? 那我怎麼提呢?續樣你解釋給我聽吧。 什麼叫做專注的高層次領導? 什麼叫做充分把握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什麼機遇?什麼科技發展? 然後,根據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而產生的商機。 什麼商機? 舉例說明知, 什麼叫做創新及科技局會在深度及廣度上有多深,有多廣, 加強有關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政策支援。 那個政策支援包括什麼呢? 局長,答不答到啊? 局長 其實,專注剛才梁耀忠議員問的時候,我已經說了, 現在我的政策範疇裏比較廣泛,我不再重複這個議題。 在機遇方面,其實現在我們天時地利, 有很多香港我們自己本身的優勢, 我們國家和國際方面都來香港,在商品化方面,我們很有機遇。 在這個委員會裏面,也都以往提過, 舉例一件事, 我們的密聯網方面, Internet of Things, 現在很多機構都把握香港這個, 為什麼我剛才天時地利呢? 地利方面,我們在這個珠江三國洲有一個龐大的生產能力基地裏面, 我們利用香港的金融的體制去幫它融資, 用專業服務在知識產權方面,能夠幫它商品化。 其實這件事,配合我們本身管理和多年在內地裏面, 生產方面、管理方面, 在這個內地裏面的運作的認識, 是幫了很多我們Silicon Valley的公司來到香港, 他們就算croud funding去融資了, 都不能夠有一個prototype去做出來, 是香港就幫助他們做了這件事。 而這裏呢,在行救發展,在科技、商品化方面, 是比其他經濟體系更優先的。 多謝主席。 你剛才問了四個問題, 黃毓民議員, 或者你下一輪問回那兩個, 我知道。 下一位是李卓人議員, 是第四輪。